台中市长胡志强到底有没有动开心手术呢 其实他报受了6公斤 就有一说说是他在农历春节期间 北上动了心脏手术 其实胡志强啊 他最后终于坦诚了 前前被问到的时候 他是没有直接否认 不过在昨天他就亲口松了 他亲口透过医院证实的这项消息 医院表示呢 胡志强是在2月5号 在台北的振兴医院进行了冠状动脉绕道手术 而且一口气居然就接了6条绕道血管 并且是在手术后第6天 在主治医师的同意之下就出院了 表现是相当的勇敢 而据了解呢 他先前是在中国医药大学复射医院检查发现 他有6条心脏动脉 冠状动脉主干以及分子 堵塞的程度都达到7成以上 所以才会决定直接进行心脏 冠状动脉的绕道手术 而面对有人放话呢 胡志强其实他心中也非常的不满 他说大家都问说是不是有人放话 他说台北说是台中放的话 台中说是台北放的话 总之他要告诉大家的说是 他的健康状况相当的良好